有相比 有相比 被嚇死了 去買菜嗎? 餅收和法姑今天出來 我不用買菜 你怎麼這麼開心 對了,妳都不用去看麵蕩嗎? 福哥和柏仔哥呢? 他們出去了 可能要半天才回來 所以福哥明明我停了半天面膏 過來這裡幫忙 停了半天面檔來這裡幫忙 我兒子哥他人份 怎麼了?怕我吃虧嗎? 當然不會 面檔他們賺得少 這裡賺得多 當然是半天叫先 我就是要說他 他昨天明知道我今天在家 他不叫我來幫忙 還要叫你來 你說他蠢蠢 首先這件事就是福哥拿主意的 不關白仔的事 你白仔哥是不捨得你辛苦 所以不叫你 什麼事? 就是這樣的 休富哥拿了高粱麵 說要做麵吃 你才會拿手不成勢 你過來幫忙 但是現在不行 福哥和白仔都不在 去吧去吧 這裡有我 你在這裡行不行 行的 不是 你好像沒看過攤 做麵而已 很快 去吧去吧 對 很快出去 一會兒那麼多 這樣 那好吧 那有什麼事一定要叫我 知道 叫大聲點 去吧去吧 哈哈 哈哈 嗯 發濟哥也是 明知道我走都不叫我來幫忙 可能是怕我搞亂當 按信我也有 阿山 買鹹酸啊 哈 你們的鹹酸不錯 我想買些鹹酸 老闆呢 他們出去了 出去了? 他們要過半天才回來 這樣啊? 那老闆不在 就是你說不到事了 那我還是去遮單看看 阿山 你等一會兒 我說得到事的 你想要多少鹹酸 我拿給你 你說得到事? 咦? 我是這樣的 我是開茶樓的 我姓吳 一直都在你們買些鹹酸 做我們開胃小吃的 我一買就買成十情那麼多 不過你們老闆就答應我 可以先捨後傑的 你們老闆今天不在 你真的玩得到事嗎? 先捨後傑? 一直都是這樣的 但是成十情那麼多 唉 我都說你玩不到事了 等一下 實情那麼多 我真的還不到事了 我去問問人 這樣嗎? 李三 你幫我看看檔口 我待會兒就回來了 吳老闆 米咸酸 去我那裡 幫我老闆 不行吧 我現在跟福老闆在談 福老闆又沒回來 你妹妹又還不到事 讓你問到人回來了 問到份了 這位阿山 你怎麼可以這樣搶生意的 什麼搶生意 你們做不到? 我幫你做 我們做得到 我們做得到 對不起 妹妹仔 我凡事還等著那些開胃咸酸 我沒那麼多時間等你 不好意思 等等 實情生意就這麼好了 難道這次真的被法仔哥說 我不會做生意 阿山 實情咸酸 我做事 發給你 你不要哭了 是 那實情咸酸 其實你算什麼值錢的 我知道你內疚 是吧 但你又要相信福哥他們 是吧 我最壞都是我 我甚麼都做不成 好了 好了 一定會捉到那個壞人 你放心 不要哭 不要哭 你回來了 是不是捉到那個壞人 不要哭 福哥和玉嫂 找了南哥的兄弟幫忙 連人帶貨 全部找到了 是不是呢 我都說實觸到那個壞人 是不是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阿香啊不要哭了 其實那個姓兒 想在我這裡騙騙騙 他真的買棺材不知地 我們找到他的時候 他還想走 然後我一個老爺拳輩過去 然後再起個殘雞腳 但是身軟大到地下 只不過可惜 他擺爛了這個層 阿香啊 那些東西找回來了 你幹什麼 阿香 你為人 人家不開心 你就好像撿到金 你也不懂得看人家 眉頭眼睛 我以為那些東西找回來 開心 我真的沒想到這一層 糟了 我上去找你 阿香 你不要上去了 讓我來 阿香 玉嫂 但是 什麼事 哎呀 哎呀 你幹嘛還哭 那十層咸書 還沒找到嗎 你再是這樣的話 就怪我 我明知你不知做生意 就不應該留你一個人 在他店裡 原來都是我 是我笨 那個人 就這樣騙了我 我也看不出來 我也不知道 法仔哥以後怎麼看我 蛤 你還在以法仔怎麼看你 那你覺得他會怪你嗎 我剛才沒說 但是他心裡會這麼想的 哎呀 真傻女 你跟了法仔這麼久 你還不知道他心裡怎麼想 他怎麼想 你想想 你自小跟著伯姑 又被他打被他罵 甚至不讓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 你是什麼人 難道法仔他不了解嗎 還有 這件事 你被人騙 也不是你的錯 也不是你的蠢 是因為你不知道這個社會 人心險惡 法仔知道你是什麼人 他不會怪你的 但是 但是我覺得我真的很沒用 阿香 人是要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才會成長的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就多出來社會 見識多些 日日認識的人 就會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到時候就很多東西都會明白的了 怎麼 還想不通 我在想 我現在經常跟著伯姑 我都成不了外面的人 學不到更多的東西 慢慢來吧 凡事都講機緣 做了那時候 說不定就會水就渠成 成功 十三腰 好啊 吃你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可以 你看成這樣也有 剛才幾乎 現在是十三月 不跟你玩 不跟你玩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的牌品真是差了 輸不起啊 現在你 什麼輸不起啊 那時候沒有錢給你 又有錢 大塊錢 你看看 給你 拿去洗 不是的 關你什麼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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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打真是麻將 都吵架 你們 今次輸 下次贏就是了 是啊 說實話 八姑 香油教得挺聽話 怎麼像聽話 又端莊又大方 整個大家龜秀 那樣 說實話 我教香教得聽話 整個西關國 我認第二 就沒有人敢認第一 不像有些人 陳太太你 你那些妹仔 搞得很好吃難做的 哦 哈哈 脆水不抹嘴 口水多過茶 什麼脆水不抹嘴 啊 來 過來幫我捏 哎呀 真的很舒服 你說舒服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 啊 那去幫陳太太捏 等她舒服 來 好啊 好啊 哇 阿香的手勢挺好啊 哈哈 不用說 陳太太 是不是捏得你很舒服呢 我沒有吹牛啊 哇 哇 你整個爹都捏得我這麼痛啊 哇 還出了血 啊 哇 其實是 哇哇哇 阿香 你是不是真的弄傷人啊 我沒有啊 哇 你還說沒有 我這條頸的傷口怎麼來的 我沒有做過啊 死妹爹啊 你還說沒有做過 還在那裡搞便 劉麗琪我今天告訴你 如果你不給她交代我 我就去告你 喂 那你就認錯了 我沒有做錯啊 她冤禮我的 我冤禮你 劉麗琪我告訴你 今天如果你不跟我說清楚 我就槍順你兩夫婆 喂喂喂 那你快點跪下認錯啦 我不跪啊 我都沒有做錯 我幹嘛要跪啊 你們看啊 你們看啊 她還說教女友方 你看 連我妹仔都不聽到 你回去跪下 你不跪的話 我打死你 沒有啊 你有錢 你不跪吧 我打死你 有錢 你回去跪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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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八姑 又打阿香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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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會保鞋子 你害人做駕馭 是嗎 信不信我連你都打死你 你試試 你打阿香我就要你 你拉蝦毛上吃 傾牛肉是嗎 好 我打死你 你不要打死你 你不要打死你 我打死你 停手 幹什麼 你現在作犯嗎 他…他想打我 是呀 你去保鞋子裡 你… 他…在那裡 你… 你…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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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先生 剛才打架是太子兵和發仔 兩個打的 你現在只是抓一個… 你不是很公平 我打死你 你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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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派這邊給我保鞋子 善闖民居 你們再阻差辦公 告你們做主要責事 走 我… 你打死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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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的 你不用哭 剛才警察都說 阿發仔是善闖民居 去到警局再告解一下 等待我們去街坊 去警察局 簽紙擔保 很快便會放出來 最壞都是我 是我停留了她 不關你的事 最壞是他們兩夫妻 不是人 那倒是 最壞都是那兩夫妻 那倒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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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人 真是… 真是多事 阿香是我們的女兒 我們怎麼打她 怎麼罵她 關你們什麼事 是呀… 關你們這些傢伙什麼事 你們這樣猜我們 是呀… 我還沒說完你 插嘴幹什麼 還沒亂救 不是現在 你說你說… 是呀… 我知道 你們個個好疼阿香 很關心她 這些事我不管 不過保鞋子又不一樣了 這傢伙不懷好意 想吃我的鞠 阿炳少 你說什麼 我們聽不明白 是呀… 他們說不明白 我都相信 你雞都會不明白 最好是你 我的師姨 阿發仔 這麼大膽 夠膽就想做我女婿 都說你在後面 主使和判 哎呀… 炳少 你不要說就說 阿發仔 是不是想做你女婿 就尚未知 不過你亂點 冤冤 還冤禮我做幕後主使 喂… 說話就不要亂來 喂… 喂… 我現在不空跟你爭 不過我告訴你們 如果哪有膽 利用阿香來搞搞陣 我找他攀殺他們 出七十二間大院 是啊… 聽著你們 記住 說話還沒好 不是呀… 我告訴你 你們一起來 喂… 一老老公站住幹什麼 反正拉不上樓 太子餅和八姑這樣 發仔和阿香更加難了 唉… 望就望他們 有情人忠誠捐贖 發仔回來了 回來了 坐下 先喝冷水 麻煩你 麻煩你 回來了就好了 多怕你出什麼事 沒事 他們只是困住我 不要對我怎樣 三六九 都不知道多想阿發仔走 事關呢 多一個監膽 又多一份貨食 他們說到 發仔不是去坐牢 去瘋瘋瘋瘋瘋瘋瘋 發仔哥呢 就沒有村無冷 福哥 幸好有你 去補發仔哥出來 唉… 你又和我客氣了 如果假如我有事 我想發仔和你 都會去補惜我 是嗎 對了 他們兩個沒有再打你 發仔哥 我們走 離開這裡 走? 離開這裡? 去哪裡? 我已經拾好東西了 我打算 和發仔哥離開這裡 離開白姑 屍斑 那隻蟲瘋 各位 阿香我要做出這樣的決定 我想 他已經立定心水了 其實 阿香在他們家 做牛做馬做了這麼多年 也做夠了 我真的不想 看著阿香 讓他們兩個 一直這樣租賊下去 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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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依福哥 我知道你們不贊成 但我真的不想再這樣下去 阿香 阿香說得對 如果我不離開白姑 就見識不到更多的人 學不到更多的東西 我會連累了發仔哥 那一兩三驗 她也想不成功 那一輩子 要你一個女孩 又真慘 阿香 我不反对阿香离开八姑 不过你们一点计划 一点准备都没有 就这么琴琴才要离开八姑 我不贊成 不过得法仔阿香 你们不要冲动 冷静一下 再想一下有没有其他办法 既可以令到阿香离开八姑 又不会伤害到你们自己 我和福光的想法一样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离开八姑 来 坐下 坐下 别闭嘴 对啊 这么晚了还吃烟 今晚还要睡吗 对啊 阿玉 你觉不觉 这一次阿香 他这么撇脱说要离开八姑 好像有些不同往日 我都觉 之前八姑又打过又骂他 他都没有说要离开他 今次还这么缺席 哎呀 可能怪我啊 我那天劝他说他有机会就要出来社会 多见一下人就会成长的了 哎呀 怎么知道我这么说 他就更加自卑了 那你说得对啊 如果他不经历一下 又怎么会大过得呢 哎呀 如果他真是因为自卑 而想离开八姑 哎呀 我反而有办法帮他啊 你真是可以想到办法 帮到阿香离开八姑 又不会伤害到他们 怎样 你 你不信我想到计算呀 你不说出来 谁知道你想什么计算呀 哈哈 你鬼嘛 哈哈哈哈 喂喂喂 吴山 我虽然是没做一大笔钱 但你也知道了 我烂船都有三斤钉 啊 什么 定了 喂喂喂 你 拜托你啊 你帮我 你安抚一下他们先 我立刻呢 找到一个大股东 去谈谈 什么 不用谈 喂喂喂喂喂 喂 谁有此的话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真是趁我病就拿我的命 是现在 谁有此理 你都离了我 那些人做事 你 丁哥 什么事呀 喂 不要烦我行不行 那个保鞋仔 警局居然放了他出来 你说是不是没有天理 哎 那个保鞋仔现在不是杀人放火 哎 警局当然是放的了 难道养他一生吗 拜托你了 不要烦我了 哎呀 兵哥 究竟什么事啊 你这么不开心的 嗯 说你又不明白 啊 叫你帮你肯定帮不了了 哎 你不要理那么多 你又回家了 发顾都在啊 兵哥 大新公司那里有没有声气啊 哎 不要说了 兵哥 其实做生意这家事就是这样的了 既然间他们都不信我们了 就算我们怎么做啊 都没有好结果的 哎 哎 提起一番 又找我什么事啊 你高大呢 就说要除名裁员 那我斟酌了一下 我就在那些名冊上打了圈的 就裁那些 就裁这么少啊 嘿 兵哥 你知道了 如果裁太多了 对我们公司的业务有影响的 哎 你都知道我们是什么环境的了 不错啊 裁这么少不嫌不裁 不是了 不是了 哎 裁了他 如果不裁啊 他也好啊 他们吃白米饭 我们要吃西北风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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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